今天这个影片我将会教大家如何制作动感光播 不是啦 是动态光播 哈喽大家好我是我们来一下男孩仲兵燕 大家是不是觉得今天的这个环境有点诡异呢 其实是因为我购置了新的这个RGB灯想要测试它的效果 但是因为我没有什么经验 所以可能打出来这个效果会有点奇怪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希望下个影片我能够打得更好 那今天这个影片我将会教大家 用手机来制作这个动态音波 相信大家平时在YouTube上面听歌的时候 都会看到一些很精美的动态音波 那网络上已经有非常多的教程 但大部分都是教大家用AE来制作 AE制作当然是非常精美啦 但是对于我们这种科技小白来说 真的太难了 而且AE对于这个电脑的配置要求又特别高 经过我长时间的物色 终于给我找到一个APP 可以非常简单的方便制作这个动态音波 但是这个软件呢 如果能够配合电脑的这个剪接软件 一起使用的话 效果会更好 那今天呢 我将会教大家 用这个手机的APP 和这个电脑版的这个Premiere Pro 来结合一起来使用 来制作这个动态音波 OK 那首先呢 我们先去这个Google Play Store 去搜索一个软件 叫做 CHKSND OK我已经下载好了 所以呢我直接点击Open 然后呢首先呢 你要去这个右上角 右上角三个点那里呢 把这个Resolution 画质呢 从这个HD 点成FHD 1080p 这样子的话才可以确保 它的这个画质是高进的 OK 然后呢在Lud Music这里 就是在Lud Music这里 就选择你要做动态音波的一首歌 那我就随便 选择一首歌 点一点 OK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在右下角这里一个加 然后我就点击这个 Add Spectrum OK我不知道有没有念对 有没有差 OK总之它的意思就是 制作这个动态音波 就是了 OK点击这个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其实它已经 已经做出来了 看到吗 动态音波 这个是最默认的动态音波 OK然后呢我们点击这个 OK 点击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的界面 有一点复杂 但不用被它吓到 其实我们要调整的东西很少 那上面的部分呢 大家可以完全忽略 我们直接看这个 Frequency Band这里 那Frequency Band 就是这个 你可以理解它是音波的这个密度啦 一般上我会把它调到最大 我觉得最大是最好看的 OK Tickness呢 就是它的这个厚度啦 那一般上呢 我也是会调到大概是 6 左右 我觉得有一点点厚度就好了 然后呢 Color呢顾名思义 当然就是调整颜色啦 那我觉得 可以透过后期软件 再调整它的颜色 所以我这里就不动 OK 那接下来呢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有个Type OK Type那里呢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Bar 一个是Circle OK 我觉得Circle 比较美 因为它是圆形 大家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就是它的这个 这个 音波的这个 怎么说呢 看到吗 就是它的这个高度太 太高了 所以有点不太好看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调整 它的这个 高度 OK 我就把它 调整到 我觉得大概15就好了吧 这样子的话呢就不会有 落差太大的感觉 刚刚好 OK 然后呢在下面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叫做Reduce OK Reduce的意思呢就是半径的意思 OK 所以呢 你也可以理解它是尺寸 那我觉得维持原状就已经很好了 所以呢这样子呢 就已经大功告成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好 已经大功告成了 我们直接点击Export 就好了 OK 我们就等待一下 它很快就可以Export好了 OK 那它已经Export好了 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可以使用 VTransfer OK VTransfer 我觉得这个是最方便了的啦 VTransfer OK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点击刚才的这个影片 可以 Send file Add your file 我们点击刚才制作的这个影片 应该是这个吧 OK Select 然后呢就可以直接Next 然后呢 可以Send an email 就是直接发去你的这个email 又或者是呢你直接Get a link也是可以 OK 好完成了 那我现在呢就已经成功的把这个影片传到我的电脑里面了 那我们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我们的Premiere Pro OK New Project 我随便打开一个位置吧 直接就在Desktop完成好了 OK 然后呢我们首先呢可以先把我们想要就是W的背景拖进来 哎 你看我的这个 Premiere Pro打开都会卡 所以呢其实 是剪接对电脑的配置要求真的很高 那我们现在呢就点击Import OK 先把这个背景给拖进来 OK接下来呢我们就在导入 我们刚才用手机 来制作的这个动态音波 拖进去 登登 大家有没有看到现在呢 为什么看不到后面那个背景呢 是因为他有个黑色的底 所以呢他就看不到后面的背景 那怎样把后面的黑色底去掉呢 其实有两个方法 第1个方法非常简单 大家可以点击上面的这个图层 去他的Oppercity这里呢 Blend Mode那里选择 Screen OK Screen呢基本上呢就是把黑色的东西 直接忽略掉 大家可以 有没有看到 这个效果非常好 这个其实就跟我们网络上面看到的这个动态音波的这个效果很接近 OK OK 那第2个方法呢 就是 Luma Key OK大家可以去到这个Effect这里 然后 找到一个Effect 叫做Luma Key OK把这个Luma Key丢进去 有没有 也是一模一样的效果 OK而且这个Luma Key的这个效果又会比Screen的这个效果来得好 会去的比较干净 OK可能大家这个时候又会说 我想要把它变成其他的颜色 怎么办呢 其实在Premier Pro里面呢有一个方法非常简单的 就是Tint OK 只要把这个Effect丢进去 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Matte White OK OK在这个地方呢你就可以选择把白色的地方白色的部分呢 变成你要的颜色 所以我们可能 可以把这个白色改成红色 OK 或者是黄色 任何一种颜色 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看完成品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 如果你对这个动态音波 还有什么不错 不明白的地方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那如果你想要看我推出什么样的教学影片的话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影片的话 就记得按赞订阅还有分享 还有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